说点闲话,讲点故事,倒点常识 咱不想惊人,也不想吓人 各位听了,会心一笑,咱们相忘于江湖 一鸣不惊人,欢迎收听 我是张鸣,一鸣不惊人 今天接着开讲,今天讲的题目是 谁剪了我的秀发 河北唐山一所中学,有一个女生 她的一头秀发被老师在办公室里 给强行剪了个乱七八糟,照片都有 老师为什么剪她的头发,我们不太清楚 我估计可能是这个学生犯了点什么错 但是犯了错为什么要剪头发呢 她头发太长吗,还是她头发 有什么发型,有什么不一样吗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事啊 在中国的中学小学非常常见 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事更是稀重平常 就是说你不管男孩子女孩子 如果你的发型老是不满意 头发,男孩子头发太长了 女孩子如果她的,或者烫了一点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的 就会很容易被老师剪掉 老师或者学校当局给剪掉 非常粗暴的剪掉 有的时候呢,你不要不剪 或者是文明一点让你自己剪 如果你要不剪呢,就不让你进学校 这种事呢,就是说 说起来呢,他们都说都是为了孩子好 就这回像这个唐山这个学校的 有一老师说,把你孩子当人才管你呢 剪头发什么,又没有剪脑袋 对吧,这种论调是很荒唐 就是说,为你好 为你好,你就可以粗暴对待一个孩子吗 为你好,你就可以强行剪人的头发吗 这种事儿就是以这种所谓的爱 或者这种教育别人 把人教育成人的这样的借口 实行这种,就是实行这种暴力 尤其是对孩子实行暴力 这已经成为一个我们中国教育的顽鸡 一个顽鸡 它骨子里头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者 其实从家长开始到学校 他缺乏一个起码的 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就是说,他们眼里头 那个孩子,搜教育者 他不是人,其实不是人 就是他们手中可以捏来捏去的那些泥把 就是我们教育头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尊重 那孩子再小,他也是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人 我们其实,我们缺乏对他们这孩子的起码尊重 当然有个孩子很顽劣 很调皮,很不听话 有的很有个性 你包括这个头发的文艺术家 他可能会梳一些不一样的头发 一些发饰 这个事呢,如果说女学校有规定 比如说男人女生 女生都要有差不多的发饰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 你一定要去,就是以得服人 你要把人说服,把人说服了 人家心甘情愿的去顺从你的法式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不顺从的话 那他可以退学 他可以转学 转到一个不在乎法式的 不在乎学生个性的 这样学校里去 那么 你不能这样 用一种强制的方式 来搞这种事 这个 就是说 我们说我们管孩子 管孩子是爱孩子 我相信 相当多是家长 甚至一部分老师 管孩子是爱孩子 这是对的 孩子也需要管 但是这个管呢 它本身就是有 应该是有尊重的管 你不能就是随意的这种 很侮辱性的这种暴力 老师玩这种东西 说这样的东西 好像习以为常 就是吃虫古代啊 就是 我们的教育就这样 以前就是 不打不骂 不成才 家长打 老师也打 就是打 很多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就告诉老师说 你他要不听话 你就打 就打 所以说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应该的 棍棒 老话说 棍棒里头 底下出孝子 也就是说 打 好孩子是打出来的 那么 人们就忘了 这个打的过程中 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 而是他对孩子心灵的伤害 那么 这种肉体的伤害 可能 这个伤疤是容易平复的 但是心灵的伤害 这个伤疤是很难平复的 那么 如果 孩子 因为在这个 这种粗暴对待中 受到了侮辱 受到了损害 他在心里中 就留下了很多阴影 这个阴影 到一定时候 它就会发作 所以说 现在我们的孩子 条件很好 条件很好 这个 家长其实 就一个孩子嘛 他都是 都是你要 你要什么 给什么 但是 很多家长 在管教孩子方面 或者老师 在管教孩子方面 其实 还是很成问题 一方面很溺爱 一方面管教又很粗暴 这两个东西 非常奇妙的 结合在一起 就造成了一个 就我们今天教育的器官 这样的器官 叫出来的孩子 就很可能容易 我们说 就成为奇葩 那么现在孩子 为什么那么多心理问题 那么多事 你看 像我们这样 像我们人民大学吧 它其实是文科大学 这个功课压力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一般以前很少有人跳楼 但是现在 经常有人跳楼 那么 好好的孩子 为什么会跳楼 他心里出了问题 其实没有多少人 在大学里头 会怎么样去打他 去迫害他 但他会出了问题 那这个出了问题 都是中小学的时候 这个 整个教育形式 它不恰当 那么说一说 我们现在呼吁 就是说 所有的家长 所有的老师 如果我们真是爱孩子的话 我们真是想为孩子讨的话 我们首先 拿出一份尊重 我们首先把他当人 把你教育对象 把你的学生 把你的孩子当人看 这样呢 可能 我们 我们的管教 啊 才能生效 才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 今天 这个唐山这个孩子 这个 这个案例呢 我希望不会再出现 我不希望在中学中 啊 老师出现这样的 剪头发 啊 强制 一个女孩子剪头发的现象 只有这样的现象 不再出现 我们才可能交出 啊 至少是 还是一个正常人的 啊 这种人才 否则的话 那么 我们想 就是各种奇葩 各种心里有病的人 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多 啊 既然我想 不是 这个 这个结果 不是 我们的老师 或者我们的家长 是喜欢看到的 一鸣不惊人 今天就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下次 接着听我讲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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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